万科曼云芳小区在渔航两主文化村 安先生说房子和车位都是2018年买的 车位在地下二楼价格16万8千块钱 当时买车位的时候呢 因为选房一共大概就两三分钟嘛 然后我们选完这个房子 选完这个房号之后 然后选这个车位的时候 我们想让这个销售帮我们挑一个 说是离家近一点 那当时呢销售就帮我们挑了这个 2011这个车位 去年1月销售交付 安先生来收房 他说房子没什么问题 可到了车位这里觉得不太对 安先生买的这个车位一边是墙 另一边有根柱子 对面还有一个车位 他说去年交付时 自己还没有考出驾照 朋友开着车来试了一下 很难倒进去 现场我们采访车的司机 开着一辆越野车试了试 自己老师那个车技可能比较好一点 然后它是直接开进去的嘛 那我可能技术比较差一点 我是开不进去的 我是个新手 然后今年1月份才拿到了驾照 安先生说 今年年初拿到驾照后 买了一辆比亚迪越野车 这样的车位没法停 旁边这个车位 旁边都是两个空间 就非常的大 那可能在规划的时候 是不是要做的更合理一些 记者在地下车库看了看 有的车位两边都有空地 有的车位一侧有 和这些车位相比 安先生买的这个车位 看上去空间确实有些挤 他说去年1月反映给了开发商 先前一直没处理 安先生带记者到了新换的车位 号码是062 他说虽然距离自己的房子有些远 但车位一侧 空出了一块区域比较宽敞 停车不用发愁 就重新跟开发商 签了地下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 但物业要收一笔车位管理费 就是停车的管理费 全部都要结清嘛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 第一个我们是没有签字的 第二个就是我们从 那个时候到一直到现在 是因为这个车位是停不了车 所以我们的车是还没有停过来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费用是不合理的嘛 曼云方物业服务中心负责人 王经理回复 经过地产部门核实 所有的车位与报归报件 销售图一致 不存在规划不合理的说法 业主反馈问题后 出于客户关怀 已经为业主更换车位 211车位业主和地产 已经签署了地下车位使用转让合同 产权归业主所有 根据物业服务合同中的规定 车位管理费每月50块钱 一共600块钱 这笔费用用于维系车厂环境 对此安先生表示 之前的转让合同 是2018年自己购买是签的 去年交付时 发现问题就及时反馈了 这段时间 自己既没有用 也没有出租 所以不应该交费 王经理说 后续会持续和地产业主三方进行沟通 尽快解决这件事 188黄金眼记者报道